镇同标局要兵分三路 第一路胡捞标头 带着承越沈明仪 第二路黑沙掌陆锦标 带着戴永青 还有他那少爷 三路就建平在家里做后盾 随时接应 有了风吹草动 那么立刻就得赶上去 那么请着那些朋友能来的 家里得有人接待 这得安排一番 安排的都挺好 胡蒙刚一看不行大哥 怎么我得回趟家 你回家干嘛去 我回家呀 得折腾折腾 把家里存的那俩钱拿来 把那房子地啊 刀登刀登 这得往里垫办呢 余建平微微一笑 我带钱来了 这有几千两现银呢 咱先这么花着 话没说完 外边有人进来 禀报 禀报于老标头 赵半成啊 那位会长 送来两万两白银 就知道标橘子用钱 对了 请了这么些朋友 就请来了 吃和存站 临走盘缠 都得给人拿呀 哎呀 大伙儿瞅着 余建平是按条大指 人家教的这种 平常啊 还没见这位余标头啊 跟谁念着过这事 没听说过 说他有这么一位 好不错的朋友 那就得了 咱就先花着吧 呃 标橘子的人 全不全呢 余建平不问则疑啊 这一问呢 胡蒙刚 眼圈红了 怎么回事 别提了大哥 兄弟这回是 双家料的丢人 怎么 我栽了跟头了 哦 我们还丢了一位 九谷言乔茂 到现在 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而且那些个 赶脚的舵夫 也不知道是活着呢 还是被害了 这事都不好办啊 怎么 人家人家属全来找了呀 这农标局广达听这个 呃 就就 就得有一个班的人 十几个人来回这达听 允安抚人家 给人家送钱 给人家说好的 想慢慢给人找人去 怎么你 我们跟着你走标 你把这人弄没了 这不行啊 这多少事呢 唉 余建平叹了口气 怎么 这交朋友就怕这个 这叫关键时刻 这乔师傅 你到底哪儿去了 你说自己说什么 人家是赞同标局的标识 又不是您 当年安平标局的 不好多说 建平就嘱咐啊 承越 你跟你二叔这趟走 一路上 要 想办法 唉 照顾好你二叔 他的情绪不太好 知道不知道 承越 点头记下 那么 胡孟刚安排了一番 把留在标局子的人 嘱咐了嘱咐 余老标头在这 那就等于是我在这 不管有什么事情 听见没有 你们一定要给我照顾好 海民就甭嘱咐了 这就把马匹准备好了 水湖的甘霖带 路上凝住的东西 带着这个烫子手 金勇张合 跟着第一路人马 随胡孟刚一起走 看这几位大巴扬鞭 就下来 这一路之上 您再看这胡老标头 嗯 是徐树进曹营 一句话也没有 吃就吃着 喝就喝 到时候把这头头一低啊 是双眉紧锁 这承越知道二叔心里难过 不好多说 他是个做小辈的 这沈明仪受不了 金枪将沈明仪 瞧这是干嘛呀 二哥 我可得说您两句啊 说我什么呀 您得站坐起来呀 这给谁照标呢 是给咱 我听说 那黑沙掌陆锦标这人呢 跟您还有点过节 人家这次都来了 你别提 他这一来我心里更不好受 您这叫好面子 爱面子 有什么不好受的 人家冲的是余建平 跟着来啊 给咱帮帮忙 为什么说您得站坐起来 你这叫什么呀 一千千这这样压的 那这事压的 你就弹不起头来了 这怎么能行啊 不用说 找着标找不着标 没过俩院您病了 这人心情最重要 常言说的好 不管遇上什么事 叫月神忘事不伤身啊 那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您就看 那个川江一带 为什么有那么著名的川江耗子呀 大伙 喊起 在咋夯的时候 为什么要有夯歌 这就是月神忘事不伤身啊 高高兴兴啊 你也不觉得累了 一边砸夯 一边想心事 您那哪能行啊 这边悠着那夯 没有夯歌 各自琢磨各自的事 我说这玩意 这房子也不行啊 这玩意 你说这一千当晚 这得瘦多的岁 实际口人挤的 这六平米 这他们瘦得了吗 另外这账压下来 你说这玩意还 你也不管怎么说 你这不好办呢 这姑娘这对象也吹了 再说我这老板天天跟我这那么吵 对了这砸吧砸了砸了 砸自己脚面上了 再不一歪歪就躺那了 你心里有事啊 你这么呵呵咧咧的 唱着说着的 就把这个发愁的事就忘了 就这意思 您得真做起来 洪梦刚一听说的有理啊 可是我打不起精神 哎呀 这是成岳成少标头不帅人 要有两十万人让人笑 就这么点 上二十万两银子 一赶金钱标起 压您就这样了 哪儿找这朋友于建平去 这一下山就把您保出来了 而且人家那行 有人给您说了话 讨县百天 打听打听 在标行里 有给这么长期限的吗 三年得了 你慢慢找去吧 找了算找不着拉倒了 有这条吗 您在这啊 母人 这我们怎么办呢 孟刚一想 这话说的有理 是这么回事 那我得真做起来 告诉您 知道的主 咱们是来找标 不知道啊 咱这叫旅游 哎 闲着没事 好不容易 赠同标局呀 放先生的架 咱们踏实出来玩玩 得要这情绪才行 可我就想我这乔贤弟 您总琢磨他干嘛呀 他要活着呢 他命大 咱也别太呀 这个 身心 说人家怎么长这么短 不够朋友 说不定啊 他还是有点出手的呢 这也没准 但愿如此啊 要不然我这交朋友太伤心了 那你也不能个宝个啊 是不是 有人说过一生能有一二之极 平生大愿足矣啊 哎 你有这么一两个之心的朋友就不错了 咱们全交去啊 孟长军日会三千克 哎 那倒是不错 热闹闹 你 但是呢 关键时刻就那么俩人 给他学学计较 他就出了关了 你看这不就完了吗 这不就是这档子事吗 有力有力 好 站坐起来 哎 哎对您这唱两句 我我我知道您这嗓音是够可以的 哎 鸿蒙刚已经算了吧 怎么我这唱不出的能试味吗 这个 哎 前面什么地方了 金永告诉 前面再有一站地 可就到了范公堤了 什么 鸿蒙刚在马上这么一掌身 怎么回事 这范公堤 怎么这么刺耳 怎么回事 就这儿就用得标 又到这范公堤了 我说 继位 啊 精神点 这几位一听 我们够精神的了 就瞧您的了 好了好了 看前面路边 有几棵大洋树 呼 这假酸甜洋啊 这这大音量 这这树下 这有一大茶棚子 广行人走这都歇歇腿 喝杯茶 打得煎 吃点点心 那伙计在那里让呢 啊 几位几位几位 你不在这歇会 大热情还往前走 前面的范公堤了 我说您那可是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干脆您这儿歇会 凉会儿得了 给七壶茶 七十块 我们刚才可能咱们歇会儿歇会儿 说一灯离篮下的马了 拿出手机的 批着啪啦 打着带浑石的陈土 把衣服散了 哎 您就坐这坐这 拿过几把大椅来 然后把茶漆过来了 一壶凉茶 一壶热茶 哎 有喝不了热茶的 嘴急 来顿凉茶 咕咚咚咚 那倒挺痛快 坐坐坐 几位坐这儿 吃点麻麻 哎 就这就往上摆吧 哎 把韭菜都摆上来了 韭菜没什么炒菜 四六片炒 在这儿没法炒 哎 都是一些现成的小粮菜 哎 什么呀 什么这个 花生米豆腐干烟鸡籽 就这个吧 摆了这么一桌子 这边有喝酒的 有喝茶的 这儿歇息 倒挺好 哎 他们刚坐下 没喝两杯茶 听一溜溜远处 一声马叫 嗯 承越 有脸回头这么一看 有远处的风车电车 来了一匹马 与其说是跑过来 倒不如说是飞过来 这马到茶棚的跟前 这人把马勒住 驴吃 驴掉驴掉驴 这人蹭着一下 有的马上跳下来 伙计敢忙就过去了 深说把缰绳接过来 几位注目这么一看 喝 来的这位年纪也就在二十开外 修胡子长得漂亮 这张脸跟大姑娘似的 也不知道长得怎么那么好看 白普普粉如如 这么说吧 就好像三月的桃花一枝嘴 这六月荷花一冒水 白普普粉如如 红艳艳水灵灵 这真漂亮 这条大辫子是又黑又亮又长 上面变帘子线碎子 特潇洒 是春白盖素一身白 这家伙 小伙儿撬一身笑 真漂亮 都说小伙儿撬一身造 女子撬是一身笑 这位好 穿白盖素 就这白钻子靴子 单皮底白牙方 手里拿着马里婆的大草帽 这草帽越白老穿 掉里子四根春萝的飘带 这帅气 手里拿个一长条的包袱 这包袱不足 有一米多长 甭问行家 看着这门道 一眼看出来 那里边包着家伙 家伙儿枪盘撸了 那年头没有 家伙儿就不招就是剑呗 就是这个呗 这把包袱提起来 告诉伙儿去白马 给我好好溜溜印尼卫 是 伙儿去 嘴客气 赶忙白马接我去刷溜印尼卫 这赶快给泡茶 你们叫这胡玩吗 那胡玩不行 人这位真讲究 看来美食不弄美气 得给他准备一套好的 胡玩 这都好的 你来这 你来这 赶快 单独拿出一套来 这胡玩耍了又烫 烫了又刷 把人烫干干干净净的 这胡玩 这给消毒呢 把这茶给漆好了 放在这位公子的跟前 这位把包裹 往这儿这么一放 甩过脸来 看了胡孟刚他们一眼 这一眼不看则已 这一看呐 又喝 金勇一愣 怎么 这眼神怎么这么厉害 二目光滑种种 这扫这么一眼呐 就像拿刀子 弯了沈云仙子似的 就知道这位功夫不浅 人家喝上茶了 嗯 胡孟刚心想 什么人 啊 可瞅了一眼 沈明依 意思是 那天晚上反过敌钱 结标 有没有这位 沈明依 轻轻摇摇头 我心说您都神经了 瞅谁都像截标的 哪是啊 这挨得上吗 这个 就在这时候 又听一声马换 紧跟着他 远处飞来一批花斑猫 在安桥上 端坐着一位老翁 这老头 两鬓已经花白了 年纪在六十上下 这老头啊 可真精神啊 呵 大伙一看 心说这一老一少是谁呀 只见这老者 唰的一下 一片腿下麻了 把马交给了火去 手机拿出来 啪啪啪 胆了胆 身上的尘土 大伙这么一看 只见这位老者 累下这口刀 有点语重不同 怎么这口单刀啊 可以说有几个字 便可包括了 哪几个字 肥的加欢 这刀是 什么刀啊这是 又看在右肋下 带着一只 小小的抱皮囊 鼓鼓囊囊的 行家知道 那是暗器 这位 啪 被长衫这么一抖 哎呀 呵呵呵 从那年轻的小伙子 孩子 你这妈的脚力 可太快了啊 居然 把我给甩下这么远 这还了得 那小伙子 赶忙站起来 接这位老人坐下 亲自 亲自 把这碗给涮了 涮干净之后 倒了一杯茶 送到老人的跟前 呵呵呵 啊 歇会儿歇会儿 好 这地方选得不错 嗯 太凉快了 怎么四面拔放 喝 喝 沈善子不入自来的风啊 这茶摊不错呀 干干净净 就看见胡孟刚他 这时啊 胡孟刚就发现 沈明仪 是不错眼珠的 看这老头 看这年轻的 这年轻的有点不高兴了 怎么 看人可以 应该正常起来 是不是 走到街上 谁不看谁啊 这个 看的必须得正常 要不怎么有的 走着走着 吵起来了呢 怎么回事呢 你说你这看人 看着看着上下 你一劲打亮人家 左眼右眼 打完了之后一撇嘴 你说这 这人不问问你 干嘛你 怎么回事 瞧我别扭 干嘛那么看我呀 我这么看你怎么 我看惯了 你这不吵起来了 另外这 这年轻的不高兴就是 胡孟刚他们 对他太注意了 他也不太高兴 那老头都不在乎 怎么看谁不看谁呀 这算得了什么呀 哎 这老头也发现 沈明仪了 四目相对 嗯 他冲着沈明仪供手 请问 阁下是金枪枪 沈明仪吗 哎哟 不说话则已 这一说话 沈明仪赶忙站起来 抢不上前哪 老侠客 这可真是啊 怎么没想到在这儿 还碰上您了 不才 正是我呀 我这想有理 哎呀呀呀 沈老弟 你看我这眼里怎么样 我也 多一想了您半天 我我我没敢哪 过来大话 嗨 这要怕什么呀 怎么 有朋友吗 哎 我来给您引键引键 赶忙过去 把胡孟刚给拉过来 二哥 过来过来见 这谁呀 这是安静性 哎呀 老侠客 这就是我们正通标局的标准啊 铁牌手 胡孟刚 哎 胡孟刚 一看算了吧 怎么还正通标局标准 你别提这档子了 这这这这 够窝囊人的了 老标准 您不认识 这就是江湖中大名鼎鼎 两湖大侠 铁莲子 刘兆雄啊 啊 胡孟刚倒退两步 上下打量打量 哎呦 这可真是轰贼逛儿啊 今天能在此 得慧刘老侠客 只无谋的三生之性 我这个相求理了 哎呦 抱歉抱歉 不敢当不敢当 嘿老酒了 嘿 这是胡标头 怎么这么闲暇呀 来来来 不重月给叫来 都给引荐引荐 老头一看 哎 哎 这 差点说走了嘴 一直那年轻的 哎 这 这是我的孩子 哎 柳叶青 哦 沈明依这才明白 明白什么呀 只知道这刘老侠跟前 只有一个女儿 叫柳叶青 就这位 原本怎么那么漂亮呢 感情是女扮男装的大姑娘 啊 原来是这么回事 哎呦 这怎么 来来来 都坐在一起吧 怎么这么巧 在这碰上 哎 沈明依想干脆 实话实说吧 把范公帝 流标的事情全说 铁林子听过之后 哦 原来如此啊 老侠客 您知道这个人的来历吗 那就请您 当众是指点 米金 还说 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